欢迎收看凡人游戏 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男嘉宾是一位32岁的男士 职业是做人力资源管理的一位HR 虽然这个工作可能听起来给人感觉会比较的严肃 但是我们男嘉宾性格却十分的外向 能说会到 这个男嘉宾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认识一下吧 大家好 我是刘成豪 身高有起乎 今天30岁的岁 在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上班 约束着大概8000左右 本期交友男嘉宾刘成豪 年龄32岁 身高1米69 职业人力资源公司员工 月收入8000元左右 婚姻状况未婚 喜欢跟朋友两个交流 都是沟通工作上的事情 我也喜欢健身 比较喜欢在健身房游泳 整合上来一些 短短短鼻力 腰啊 这些都很喜欢 来 我们先欢迎男嘉宾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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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好 这位是 我姚爸 姚爸 侄儿这个人怎么样 可以 现在高官的 高官的我觉得还可以 就姚爸的意思是性格又好 工作能力又强 是不是 姚爸现在几个小孩 我没结婚 我没结婚 你还没有结婚 是啊 我没有结婚 我才13岁79年来 你陪侄儿来相亲 这个你们俩大哥和二哥的关系 半斤不说八两啊 我刚看你走过来的时候 如果没看错的话 感觉好像腿脚有点不方便 受伤了 受伤了 因为之前跟朋友一起出去摘皮吧 就摔着脚 那个路滑的 然后就顺便就滑下去了嘛 不是 你给大家讲 你喜欢健身 游泳 对吧 户外运动 感觉翻山越岭都是家常小事 结果你摘个琵琶居然摔一跤 那个路有点滑是篱笆路 所以说就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看嘛 这里还有点青 这个这一堂当时有点肿 当时摔了过后有点肿 这个筋肉它有点痛 这个男嘉宾今天带伤上阵 这个叫轻伤不下火线 这个精神也非常难能可贵 因为现在都年龄那么大了 肯定是想成一个家是真的 因为爸妈的压力也大 他也希望我早点成家 他们也放心一点 就这个意思 男嘉宾今年32岁还未成家 除了父母着急之外 自己也很想恋爱结婚了 那么这样的他 又有着怎样的情感经历呢 之前我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最近一段是两年前 都因为我女朋友两个 除非都是因为金钱方面 还要买房子的方面 她一直还要求 和我的组成买房子 但是我之前一直都没得能力 去买房子 她之前有要求我 和我给她买苹果 收集那个斯里普罗马卡斯 但是那个收集八九千 我觉得都没得必要去追这个潮流的 所以说都导致因为那些原因 两个感情不和都导致了二分手 如果女方跟你的前女友 提出同样的这种要求 你打算怎么来应对 现在我都在考虑买房了 那现在 在存钱嘛 还在筹配嘛 如果说要买房 钱不够嘛 我可以让我爸妈支持一点嘛 对 我自己有点嘛 所以说可以买个小户型的 也不是说买很大嘛 两个住我觉得就够了 那现在买房子的首付 你攒齐了没有 差不多吧 二十三十万准备的要 你既然自己也有购房的这个计划了 首付也攒齐了 那为什么现在还不买房呢 因为我还没找到十号的女朋友啊 对 你是要找到女朋友之后再买房 我才购买啥 两个人商量一下啥 这个东西是吧 那这有一个可能就是你没有房子的时候呢 你永远都找不到女朋友 也不是啊 买了以后就能找到女朋友了 这个人家就看得上你的条件了 对 有优势嘛 对 有优势这个总结得不错啊 那还有一点就是 你找到女朋友的时候 那可能首付又不够了 你现在凑 你现在趁这个首付还够的时候 你赶紧买了 也有道理啊 你说的 对 他老家房子是哪里的情况啊 我们解释了 他老家是新房 是新建的 有150多个平方 房秀都好呢 所以男嘉宾老家是有自己的房子 对对 老家在哪里 南川 不是我自己建的 但是我们是买的商品房那种 也属于商品房 但是它不属于正宗的商品房 有点类似于那种商品房那种 可以交易吗 可以 可以啊 那现在这个房子里哪些人在住呢 就我爸妈 对 按男嘉宾所说 这买房的事是指日可待了 现在他是一边筹备买房的问题 一边积极地寻找结婚对象 那么对于女孩 她有哪些具体的要求呢 我现在想找一个 跟我带来 帮助啊 这种事业 都能够走到一起那种 可以性格啊 都说比较委婉一点的 都说两个人啊 都说有那个事情 都可以沟通到一起那种 年龄的话 大概在65到30岁嘛 身高的话要65左右嘛 其实票不票呢 都无所谓 其实主要是新好出现时 还有都是要孝顺 孝顺是第一条 如果说不孝顺 那种女朋友找来都没用的 男嘉宾的择护要求 一 孝顺父母 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 身高1米65左右 二 性格温和 好沟通 三 在事业上能够帮衬自己 根据男嘉宾的择护要求 我们为她物色到了一位 性格温柔 年龄和外形 都很匹配的女嘉宾 那么她的具体情况 是怎样的呢 大家好 我叫李林玉 今年25岁 然后身高1米6 我目前工作的话 是在重庆江北机场T2 是一名第一期人员 然后工资的话 是每个月在6500左右 本期交友女嘉宾李林玉 年龄25岁 身高1米60 职业机场地勤人员 月收入65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我的性格的话 就是像重庆女儿人的话 可能都说比较活了嘛 然后性格的话比较暴躁一点 然后我的话 我是因为我是恩师的嘛 所以说的话 我就是说可能性格比较温和一点 然后可能性格的话 也是比较慢一点 我的性格爱好的话 我觉得我平时的话 在业余时间 比较喜欢跳舞啊 然后拍摄啊 就是精心服务 然后爬山啊 累一累 我的优点的话 我觉得属于一个孝顺吧 就是说亲戚看得比较重 然后也比较勤快 据女嘉宾介绍 自己是一个孝顺父母 做事勤快 性格还很温和的人 这些都十分符合 男嘉宾的择务要求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 美丽善良的女孩 她的情感经历竟然是 如果你感情经历的话 就是肌肤为您 相对于读书的时候 肯定是有喜欢过你男孩子嘛 然后相对于工作之后啊 然后就相对于 每天都上班下班 然后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了解 然后现在的话 其实我年龄也不小了 相对于是25岁 也是该到结婚的一个年龄了 因为生病嘛 然后也很多 像朋友啊 闺蜜啊那些啊 包括一些 以前一些同学啊 都已经结婚了 所以说自己心里面 你还是有一点慌的 我觉得我 你要求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说都是我这个人吧 还是对外星条件 肯定还是有一点的要求力 但是我觉得我首先的话 是把人品看得比较重要 我希望他年龄的话 是在27至31岁之间 因为我觉得年龄大一点的 更会照顾人嘛 然后身高的话 大概在175左右嘛 工作的话 我希望他有一个 稳定的工作 然后工资的话 大概在8000以上 还有的是关于房子的事情 我觉得他年龄的话 可以买房子 但是我觉得结婚的话 肯定是要有住房的 因为结婚之后 会涉及到一些 柴米油盐啊 房子对于我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年龄在27到31岁之间 二 身高在1米75以上 三 工作稳定 月收入8000元以上 结婚时要买房 根据男女嘉宾的 个人情况 和择偶要求来看 两人的匹配指数 还是相当高的 达到了85%以上 那么见面后 两人会擦出爱的火花吗 由于女嘉宾平时喜欢跳舞 因此我们特地将见面地点 安排在了一家舞室 女嘉宾就在这个里面 因为之前听说 你喜欢健身 喜欢运动 然后这个女孩本身 她自己喜欢跳舞 用她曼妙的舞姿 作为跟你见面的时候的第一面 那个女生跳舞的话 我还比较喜欢这种 女生跳舞在男人的眼中 是一种是吗 就如果你的女朋友 未来的老婆 她喜欢跳舞的话 你自己会不会支持她 我会 我也学 我也可以学 你也可以学 我因为 我喜欢跳街舞 其实 你喜欢跳街舞 因为我不会 说实话 你不会 你怎么就喜欢跳街舞 我喜欢看着 那些跳街舞的 我要看两三个小时 很帅 他那个很酷 那种感觉 爆发力 对 很帅 张扬的那种个性 我就比较喜欢 好 我看好像跳完了 音乐结束了 要不然我们进去吧 可以 继续认识一下吧 走吧 好好好 哎呀 看得好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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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了 完美了 挺好 刚刚我们在旁边 在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 真的被女嘉宾的 这个曼妙的舞姿 所吸引 所吸引 好聚的感觉 太厉害了 这个世界上 哪里还有女嘉宾 这么漂亮的 跳舞跳得这么好的女孩 是不是 很少 这位是我们今天的 男嘉宾姓刘 刘老师是做 人力资源管理的 这是我们的女嘉宾 舞跳得非常好 但是她并不是 专业的这个 跳舞的这个 业余的 舞蹈家 业余舞蹈家 都跳得那么好 那很帮来 刚刚你跳的 这个是古典舞 还是现代舞 古典舞 是古典舞 懂得 猜都猜对了 你希望自己男朋友 以后 在你的兴趣爱好方面 支持你吗 这肯定的呀 对 那她要不要会跳舞呢 当然会一点更好 会一点更好 是不是 她自己呢 虽然不会跳舞 但是一直都喜欢看 欣赏人家跳舞 也想找机会学一下 对 那今天正好 带着这个机会了 对 可以 能不能简单地 教男嘉宾几个动作 看她是不是这块料 最简单的吧 最简单的吧 最简单的 也不要最简单的 因为男的我 男的我不会啊 那就没有挑战了嘛 我觉得你应该 教他几个最恶螺 最妩媚的动作 她叫男嘉宾 有没有这个方面 能天赋 那个妩媚的动作 好不好 那我接下来 就把这个学员交给你了 之前男嘉宾自告奋勇说 要学跳舞 现在真到了要学习的时候 这心里却十分的泛难 毕竟她是一点舞蹈基础 都没有啊 就 一 二 这个我 你跟我调节 就是特别人 就手的话 然后放下来点 然后放松一点 要柔和一点 然后这个手要 不要弄起来 然后是这样的 然后左手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 你要拿着我的手啊 你就是 什么 抬一下 就手 然后 这样吗 这个弯一点 然后这个弯一点 就这样的 对 对 这样 然后这样 这也是这样是吧 对 两个手都是一样的 这样伸 不伸出去 就这样啊 对 要伸出去 这样伸出去 虽然说自己可能不太擅长 但是还是很多人在学 所以说我觉得 新的压力是还是可以 脚 脚 这个后面 脚什么呢 脚不是这样的吗 脚尖顶起来 脚尖顶起来 后面指这只脚 对 这样 这样是吧 对 身体往前倾是吧 对 身体往前倾 你要少说嘛 来来来 手指 背一下啊 手的话 快点我站不住了 手的话 手的话就是刚刚我教你的 这样子 我站不住了老师 你快点给我 就这样啊 你纠正啊 就这样啊 你纠正啊 你什么我要转意啊 对眼睛 眼睛 眼睛要这样 就是有 对对 对 鼻鼻眼啊 这样啊 是不是 身体要协调啊 算不算高干了老师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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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美丽的感觉 我看 就是勾引人的感觉 对 我觉得男嘉宾跳舞的那种感觉 还是 因为可能男生嘛 在家上比较胖嘛 所以说可能跳起来 也不太协调 就是感觉有点寒寒的感情 我确实也没学过舞蹈 那么多年 但是为了他呀 我确实也愿意配合他 有点四肢不协调 确实以后啊 还是要熟悉啊 那些机能 我觉得同样是跳舞 不同的人跳 效果真的不一样 对 比较僵硬 比较僵硬 对 可能 之前男孩子嘛 可能没有学过很正常 对 男孩子天气要僵硬一点 那是不是跳舞的料吗 嗯 我觉得不是 不是跳舞的料 对 以后可以刻苦铭心地去学 天天去练 天天刻苦铭心地去学 要把这些动作要你记住就可以了 坚持下苦工 虽然那边学的不怎么样 跳的不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态度是不错的啊 首先第一 作为一个男士来讲 来了以后马上就愿意 跟女孩来学 虽然动作可能有点别扭 甚至有点好笑 但是他也不怕 这说明呢 他愿意为你 改变 对 来改变 愿意来学 第二呢 也说明他这个人性格比较的外向 哎 防得开 所以他应该也敢走到了 嗯 可以 怎么我觉得跳了一会儿舞之后 感觉有点饿了呢 啊 喝水嘛 喝水嘛 我去买水 我懂得洗 你这个话 喝水 你说的意思就是去喝水嘛 一般跳完了舞 中午这个点做什么 中午这点睡午觉 睡午觉之前呢 睡午觉之前嘛 不是你们俩都是神仙嘛 你们都不吃饭了 对了对了 该吃饭的 倒点吃饭了好不好 对对对 那这样吧能找个地方 点吃点聊 可以 走吧 来来来 对 都走 来 初次见到男嘉宾 你第一印象我觉得 外形条件 就觉得身高还是有个高 可能要起乎的样子 但是 可能 还是有点胖 看起来 之前听别人都说 好像就是说 还要锻炼嘛 但是我看他的外形条件 短点的话可能 可能有点不达标的感觉 就是达不到那种效果 女嘉宾的外貌 形象的话是非常好的 身材也是S型 就是比较好 要说达分的话 我达个96分嘛 差不多 初见面 女嘉宾对男嘉宾的外形 不太满意 但男嘉宾却对女嘉宾 是一见倾心 心动不已 那么 接下来 男嘉宾该如何行动 来打动女孩的心呢 很高兴 我来找你 热不热吗 还好 可不可吧 没有 你没买水你得呀 有啊 你要喝我可以买呀 走在这里都有 看看嘛 那边都吃了看嘛 那边有家火锅正好 你选哈嘛 喜欢吃哪家 我也不晓得哈 你的口味 都茅菜吧 茅菜嘛 要得嘛 走嘛 我们都过去嘛 我带路好不好 可以 我感觉这个女生来哈 一个女嘉宾呢 今天还不错 因为我觉得她还是比较 健身的一个人 随便吃点啥子 她都不挑事 还是比较好那个印象的话 你看有一点热水 今天天酒来 擦汗嘛 好不 谢谢 不谢不谢不谢 那个包要不要我帮你点吗 不要 不要 好 你看 画着水 都拿着水 你喝那个味吗 还是不拿那个味 喝这个味 对 要得嘛 其实洗衣机方面 还是比较到位吧 比如说同学要不要喝水啊 然后要吃啥子 还是比较 尊重我的意见吧 就是首先你画得比较尊重人吧 就第一印象还是比较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男嘉宾的体贴照顾 让女嘉宾心胜好感 两人的感情也逐渐升温 你看点什么 这个 哇这个菜还是比较新鲜的感觉 把我给拿着嘛 我觉得不方便 你那个椅子拿素菜嘛 拿着葷菜嘛 那些鱿鱼啊 鸭上来的那些都还是不错 我看一眼 小鱿鱼呢 你以后你吃了长不胖 长不胖 长不胖啊 你吃点嘛 你看那个身材那么好 那么瘦发整那么高嘛 那个瘦不辣鸡 是不是啊 还是要吃点肉好些 来来来来 整点整点肉整点肉 女嘉宾呢 我觉得太瘦了 她吃的也太少了 如果说以后再一起的话 把她养得白白胖胖的 说实话 她胖点的还要好看些 说老实话的话 你看你要吃啥子吗 葷你 你拿还是我都吃啥子 只要试试 你拿的都香啊 我就得吃了就 是不是 我觉得你拿的好少 你看这些菜要 几个几个的 大胆拿呀 不要怕呀 随便吃 这个差不多了 我选你 要不你来选 要得呀 我选你吧 对 像我觉得刚刚加菜嘛 我加了一半 我是用她来选 然后不像她加那么大 感觉太多了 根本都吃不完 其实像她那种提醒的话 我觉得还是 应该要再少吃一点 控制一下饲料 本来这感觉 都有一点微胖了 人大便吃得完吗 肚子多吃了 身体得好 你看这个受不了 这个得行嘛 男嘉宾的饭量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而接下来她的吃饭 更是让我们大开眼界 我感觉刚吃饭的时候 感觉她比较豪防嘛 然后有点狼头敷衍的感觉 可能旁边的人把胃口都要大一点 但是我担心的话 我觉得她这种提醒的话 还是要多控制一下饮食 我觉得 男嘉宾真是堪称 反而尤其史上 吃饭最凶猛的男士了 这样的表现 也让女孩心生担忧 饭后 两人也正式开始了 今天的聊天环节 你平时是欧式动物吗 是不是不懂 也不是 我只是觉得 看你的身材太瘦了 我觉得还是要 多吃点就要 你平时 你是什么职业呢 职业 主要都是提供工作嘛 跟那些职业 没得工作的 那些需求的需要 相当于没有 还是技术含量的 跟客户两个对接 是没有技术含量的 首先是你要有 客户相信你 你要跟每个 聊到一个地方上七色 那一个工资 好多钱呢 大概八九千八千 其实整整工资没得多 加提水也好有 提水那种是属于不稳定 因为你不可能 没偶尔都把它包成 对头啊 对头啊 其实它也不算是 啥子鞭子啊 或者国家单位啊 然后都是 低薪加提成的 我觉得 连我比较担忧的是 我觉得 有太有上升的空间 然后也没得发展 一个前景 你住到哪儿呢 我住江北大师爸那边 我是几个朋友去和住的 你的身体没房子吗 有没有买房子吗 暂时还没买 暂时还没买房子 暂时还没买房子 这是你的大神吗 因为 如果说这次想中的 都买房子就要准备 就是说 钱肯定做了好多 如果说希望是全坑 我都很不得支持 我个人手术也有点忙 就可能来个消费人 是得行 买大副性肯定 也会有点压力 以后我挣的钱 要拿个银子 拿个银子 是不是 说太远了 我觉得 反正我觉得房子的话 如果说安洁啊 或者带款类型的话 还是很有压力 因为首先工作不问题嘛 然后 如果说再带款房子 带车单的话 如果说遇上疫情啊 或者突发情况的话 是一点保障都没得 对我感觉的话 我们说是一个人 你老家是哪个人 南川 南川 我听说 好像比较娘惯 比较姐姐已经可三 你又有景点 我们在城东下 近18公里就到了 行不上比较美 你家里只有你一个吗 我一个姐姐 但是结婚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爸爸妈妈来附近 我们开点麻将馆 阿姨不要买保险了 人家刷钱又比较保障 有退休公司 他们是17年一个退休公司 7月都算是工人 很多年纪呢 70 70岁 年纪还是有点大 40岁我爸爸也是 我妈也是那么多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的年纪 有点大了吧 因为对以后的负担 肯定是比较加重的 因为如果说年纪小的话 肯定还会帮忙分担 如果说像这种年纪大的话 只会造成更多的一些负担 你的工作是什么 我在机场 飞机场 机场是什么 地勤 出票 然后服务港 相对于服务客是吧 对 旅家宾的工作 他那个比较稳定 不是早就晚服那种性质 其实工作也差不多 我是早就晚度个嘛 反正都是周末都是装修 有更多的机会去约会 出去刷啊 那种比较多一些是吧 看你们老家什么人呢 不便是 老家是个农村 但是我们现在搬到重庆那边 来拿到千江 在千江顶居 我们家就有个弟弟 然后比我小十岁 然后我爸爸妈妈差不多是十九岁 那你爸爸妈妈很年轻哦 你弟弟在干啥呢 我弟弟在做大学 马上大三 大三要比大四了 马上大四要比 你们弟弟是做的啥专业吗 我弟弟是做的 经厂学校 经厂学校 那不是当工业的 还可以啊 是吧 他有个弟弟还在做大学大师 我担心以后的话 假如我们两个在一起过后 他会不会服弟友 就说服弟弟一些 以后买房啊买车啊 都要我给钱的话 肯定我有点那种不情愿 毕竟嘛 我们两个小朋友 他也不是我请弟弟说 来听电视说 我为啥子每次都要去扶持他呀 我过来家庭还要扶持是吧 好 余教宾 刚刚跟男嘉宾聊完了之后 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有哪些满意或者不满意的地方 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 觉得就是家庭比较奇怪 父母的年龄 人边的结构都有问题 我觉得 他现在不是七十几岁吗 然后如果说我们后期的话 如果结婚的话 肯定也帮不了太多 像带孩子这些 就根本就不可能 也知道年龄大的 肯定都不方便嘛 对吧 还有其他的吗 其他的我觉得 就是工作吧 因为我觉得工作不是很稳定 他这个也不是属于编子类的嘛 对吧 然后给我的感觉 他自己也不是很有商店心 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去处火嘛 就是没有自己的一个 擅长的一个东西 在你看来 你觉得哪些工作是比较符合你的要求 你觉得比较稳定 个体的吧 比如说你自己有经营许可证啊 然后自己做生意的呀 做小生意 对 做生意也有风险 所以做生意的肯定是有一定的心 就已经上头了嘛 对吧 通过一轮聊天 女嘉宾对男方的家庭和工作都不太满意 那么男嘉宾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她的性格比较文化 还是比较心嘛 跟我的印象的话 她说她也会做饭 都说做家务那些都还是会 尤其女生很多现在都不会 有点好事难做那种感觉 有些女生 跟女生还是比较满意 说实话 男嘉宾是满意至极 但女嘉宾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担忧 那就是男嘉宾的性格 我觉得给我的感觉不太像是那种吧 感觉其实还是属于 不是很温和的那种 就是比较暴躁 然后甚至比较急 担心她没有耐烦心 那我们设置几个小小的考验 看看她到底是不是那种有耐心的人 男嘉宾 这边过来一下 她这两天腿脚不太好 辛苦你了 你拖起这个腿的半天走过来 我和女嘉宾在那一会儿站起 那个地方坐的 你看被个穿起孩子 这个 站久了 觉得有累 你要不能我们找个等子过来坐一会儿要不要得 要得可以可以 你骑嘛骑嘛 好 对于特派员的考验 男嘉宾二话没说 拖着受伤的腿就去搬凳子 这样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辛苦了 没事 没事 你搬那个红等子过来 辛苦 要回招 走嘛走嘛 来 来 男嘉宾走嘛 那我呀 你给他搬一个我呀 我再去拿呗 我再去拿 那你我还是不意思 搬两个过来 你又泡一趟 没事 没事 对于特派员的第二次考验 男嘉宾表面上答应了 但是心里却开始不舒服了 然后我搬等子 哎呀我坐给倒不住 哎呀 还是要搬回一个一个主调 我要到这门子去坐 哎呀来来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脚痛啊 我说你刚刚搬两个 是给我们一个搬一个 结果你搬两个过来 对 要不是因为刚刚 你去搬凳子的时候 你不是你跟我说什么呀 刚刚 天气很热 然后呢 太热了有点口渴 有点口渴是吧 有点口渴 我去买水杯水 哦 有点口渴 想喝什么水 我去跟他拿 他有水 第三次考验 男嘉宾终于忍不住 开始抱怨起来 脚痛 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哎呀 他绝对高飞 男嘉宾心里充满抱怨 但此时女嘉宾还全然不知 当他看到男嘉宾的真实表现之后 又会是怎样的想法呢 他刚刚好像说什么 妈呀又喊我去拿 然后腿都要给我搞肺 就给我的感觉 就可能就当着我的面 然后表现得很好 然后就可能背后的话 就反应太区别太大了一点 所以说给我的感觉 就有一点虚伪 刚刚你看到了以后 你觉得意外吗 吃惊吗 我觉得挺意外的 在我的没看到之前 我觉得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至少是变脸没这么快 就很虚伪嘛 就比较假 两个人相处嘛 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本来比较喜欢 喜欢人家的嘛 对 但是我要给女嘉宾特别解释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是一个 这是设置的一个考验环节 因为他比较极端 所以有可能男嘉宾的这个表现 也比较的极端 生活当中他不一定会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还是不能够当面一套背面一套 是不是 有不满 就当面把这个不满说出来 对不对 其实刚才主持人和女嘉宾都跟我说了 这个是一个对我的考验 如果说我的脚不痛的话 如果说女嘉宾和主持人叫我去干什么 我今天就会去干什么 不管是在生活中 还是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的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之前的话我是想的就是 有一些问题可能不太好问嘛 觉得比较隐私化 然后现在的话我就觉得 反正就一下问完嘛 反正就这个样子了 然后反正有什么我就一下等会 就一下全部问完 对 看完男嘉宾的表现之后 两人的相亲局势变得剑拔怒张 女嘉宾毫不客气 表示要将心中的不满和担忧 全都当着男嘉宾的面和盘拖出 而另一边 男嘉宾心中也有顾虑 男女嘉宾都充满顾虑和担忧 那么第二轮的沟通之后 两人是会化解矛盾 成功牵手 还是就此分道扬镳呢 相亲到此 两人的相亲局势变得剑拔怒张 为了化解男女嘉宾心中的顾虑 我们安排两位进行盲盒提问 这个盲盒里面分别准备了三个问题 需要你们给对方做一个回答 先从男嘉宾开始 好的 来抽一个问题 几个拿 好 男嘉宾抽到的这个问题是 是否是伏地膜 比如弟弟买房是否要支持 这个问题是不是你关心的问题 是 是我关心的问题 我就想问一下 如果说以后 我们两个在一起了 你弟弟买房这些 我们要不要支持他 如果有多少钱的话 肯定要支持 对吧 自己亲弟弟 也不是外人 在自己能够支持的情况下支持 如果不能够支持 那肯定就不支持 是这样子 女嘉宾 我觉得就是你刚刚这个观点 它非常的主观 比如说你们有多少存款的时候 可以拿出多少 自己本能就一百多万存款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 比如说拿个十万二十万嘛 对 但是这种情况 肯定是要写计条的嘛 如果是这样以后 不是说这个钱我给你 就是你的了 他的想法的话 我还是支持女方的想法 那你现在有一两百万吗 没有 所以这一切都是空谈 对对对 如果你们没有那么多钱 只有二十万的存款 男嘉宾刚刚之前的时候 好像也跟我提了 这样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他大概有二十万的存款 这二十万的存款 是他自己准备买房的首付款 这个时候弟弟结婚了 找到你 弟弟那边的女朋友 就是未婚妻 可能催得也很急 没有房子的话 可能他这个婚就结不了 这种时候 我觉得才会看到 你们真实的想法 来吧 我觉得如果有二十万的话 肯定是要拿一半出来的 十万 那十万给他 对 因为今晚也是一件大事情 对吧 如果这 那你们怎么办呢 那我买房子呢 我们自己呢 买房子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 稍微往后面演一点吧 演一点 那住哪里 你没住的地方 你怎么想 我肯定不愿意 因为我自己要买房子 你不把人家家里人当一家 不是 不是不当一家人 因为我这个钱 我宰了很久了 二十万 我本来就是准备买来结婚的 结婚用的 但是他弟弟要结婚 我没有这个能力范围 我肯定是不能够支持 我有这个能力范围 我才能够支持 因为我自己都要买房 我还要找父母帮助我 我自己都要找父母 你想一下 我要再去帮她的弟弟 那我不是压力更大了吗 他这个回答 你听了蛮不满意 不满意 但是也正常吧 因为毕竟我觉得 虽然说是成为一家人 但是可能对我弟弟 可能跟他也没有训言关系嘛 对 跟我是有训言关系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 就是你能够这么想 你也理解他不能这么想 对不对 好 这是李嘉宾很真实的想法 感谢你很坦诚地 跟我们说你的想法 我现在告诉你 典型的伏地膜 标准伏地膜 就因为一家人嘛 如果他需要帮助我 肯定是会帮助他的 就好像 比如说我有困难的话 我弟肯定是也会帮助我的 所以说就像男嘉宾的话 也不太认可这件事情嘛 所以说我们两个人 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下面一个问题 我们让女嘉宾抽一个 好 这个问题是 婚后是否要和父母同住 这是女嘉宾感兴趣的问题 是吧 我们结婚了也要跟父母同住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父母的年龄大了 他养我们到大 是吧 我们养他到老 但是真的不容易 拖一个小孩 从小是吧 把我们拖大了 我们没有进到校大 我觉得是很对不起父母的 所以说跟父母 在你们家里除了你之外 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没有 我有 有一个姐姐 结婚了 嫁出去了 所以善养父母 基本上就是你的 是我的义务 是我的责任 我觉得他是没有错 站在他的角度他没有错 但是如果站在我的角度的话 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肯定是 不愿意 不愿意 就是回答是没错的 不过我不愿意的 为什么呢 都需要具体感 因为可能经常住在一起来 肯定是有一些矛盾摩擦这些 那以后父母真的到了人生当中 最关键的 或者是最后的那几年的时候 怎么办呢 这个肯定也是需要照顾的 怎么照顾呢 如果说在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以请一个保姆 我不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 保姆没有我自己照顾的悉心 我还不放心 我的想法 我还是愿意跟父母在一起 我要照顾他们 我还是兼职 要跟父母住在一起 其实我觉得 有时候我心里挺难过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我的父母已经连迈了 还在为我不停地奋斗 做什么呢 喂猪 我们家其实 现在都还喂的猪 因为我们是农村的嘛 我爸他说 他说买猪的话太贵了 所以说 我觉得摆上下午先 因为我肯定是 要养我父母的 要养他们养老送中 来 还有一个问题 帮我们抽一下 抽到什么问题 就男嘉宾的话 对以后的工作事业 有什么打算 我对工作事业 我一直有个想法 我想回农村去了 我想去创业了 做那个农家路 那个民宿 自己家嘛 因为那个房子也大 我自己家 因为也是旅游区 隔得很近 所以说生意好的话 一个月找个十来万 是没问题的热天的话 对 开农家乐是吧 对 这个所谓农村老家 是指哪里 南村嘛 李楚城有多远 一百 一百二十公里左右 你要不要求你的女朋友 跟你一起到老家去 我想的话 一起工好嘛 因为它有很多地方 我们可以一起协商啊 我觉得这点 我肯定是接受不了 对 我觉得 最排斥的就 可能就两夫妻 开夫妻店这种 为什么 两夫妻一起数钱 不开心吗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可能每天都会 肯定会 就是感觉每天都很忙嘛 然后就是奔着开店 太累了是吧 对 太累了 那你就说 他在那边 自己做他的生意 一个人单干啊 像你这样说 一个人单干 那你再 你才是在组成继续 像你这样说 那就是相失恋 只与一个人失恋你了 打个比方来说 那就是毅力念那种感觉了 知道吗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在这里干什么 也不知道嘛 你最想法 对 但是如果说是吧 爱情有摩擦了 是不是 出现了问题了 那怎么解决 刚刚说到了 他的一个规划嘛 我觉得说得不太全面 就虽然说有这个想法 但是 可能就实际行动的话 就没有做过一些考察啊 之类的 就没有说到重点 就可能想法每个人都有嘛 但是没有说到实际的 如果说 他能够和我 在龙甲楼去做这个生意 都说热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南川 开个那个龙甲楼上 民宿 但是冬天的时候嘛 我们都可以回主城来啥是吧 可以做点生意啊 假如我们做新人本上啊 也可以啥 其实这种更好一点啥是吧 女嘉宾不愿意跟着男嘉宾 去农村开农家乐 但是男嘉宾却非常看好两人 开夫妻店 在结束聊天之后 他找到女嘉宾再次游说 其实说实话农村也不错呀 农村现在条件都会好啊 农村也好 是不是吧 其实可以在农村去发展 在农家乐去发展 做一会儿我们那个事业 做一会儿我那个事业 我希望你留下来 我今天第一印象很好 就说农村也不错 感觉还可以 对 我们两个既然人死 都是缘分的 这个烦吗 还是也可以说 待会儿相处完了 对不对 没事 受伤吧 好 今天呢 咱们相处了一天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呢 对对方的了解呢 其实也不浅 对 那到底对方 适不适合自己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做 今天最后的选择了 选择之前 我们先问一下男士 还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女孩说的 我跟她准备了一个小小的手链 这是我的心意 对对对对 她现在一见过的时候 爱的心意 她就跟我说她准备了一个礼物 我差点忘了 对对对 那你现在可以拿出来了 可以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手链 我准备把你牢牢地拴住 因为今天接住了过后 我非常的喜欢你 真的想把你留下来 这是我的真诚的心 我有点激动 所以说这个手链送给你 这个是爱的含义 说实话 这是我特别为你准备的 我想把你拴住 真的 说实话 这什么手链 我开始她说手链 我以为是 就是你们这种金的 或者银的那种装饰的手链 这个就是 这个是猪子 一串儿猪子 对对对 这个猪子很贵 三四十块钱一颗 哦 你看这个手链 对啊 抠出算的 那么女嘉宾会不会 接受你的这个手链 她喜不喜欢 我不知道 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 女孩自己的选择 好的 好 三二一 请选择 抱歉 抱歉 没有选择男嘉宾 就可能他没有 到我的一个折扰标准 对 然后不管是性格呀 可能家庭啊 然后还有工作啊 这方面 可能对我来说 就可能不太达标 我知道男嘉宾今天 拿这个手链出来 作为最后的一个争取 或者礼物送给女孩 是因为你本身很喜欢 这个手链 就像你喜欢女嘉宾一样 对吧 可能今天的结果 暂时并不如你满意 对对对 这个里面有一些 什么样的问题 我相信你可能 心里自己也清楚 对吧 那希望今天这个 相亲的过程当中 能够带给你这样的一些收获 好的 努力做好自己 去迎接更好的 缘分和爱情 好吧 祝你好运 再见 好 说实话 最后女嘉宾这个选择 也可以 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805 8805 或者您可以直接到龙湖 新一场二楼 反而有起线下互联服务中心 来直接报名